大年初五 银财神公司航号也陆续开工 而松山峡海城隍庙外 也聚集了上千民众争相排队 拜财神领取发财钱目 而也有民众特地从苗栗北上 大年初四就开始排队 连续四年排第一 年初四的时候早上九点多 我来等的 年初一到紫囊沟 然后去入门天后沟 然后又去车程补完工了 然后最后是到这里来 然后希望今年的工作方面 什么都事事顺利 虽然适逢周六天气消冷 但仍旧无法冷却民众的热情 排队人潮绵延超过两公里 为的就是在赢财神的这一天 能够获得财神爷的加持 好运望过一整年 大概快一个小时 九点才开始 所以要一直拿开 坐着等才不会绞生 这是为了要来年多发财吗 对对对 你们大家花 面对热情的民众 庙方也准备了三千份发财钱目 由于过往有投资客 相传只要摸到财神的胡须 就能带来财运 庙方也选在赢财神的这一天 请出五财神的神像 让信众们都能摸摸胡须 沾喜气 希望大家能花财能拿到吉利 因为很多人都很需要这个 很早就来排队 现在排了好多圈了 松菜狭海财神也有胡须 一摸的话就可以 好像财运会很好 所以很多股民 甚至现在很多信众 他们自动就会来摸胡须 平常的话我们不开放 今年正月初五跟三月初五 我们都开放 民众勤于求神派佛领取财神 加持的发财金 无非是想在勤奋工作之余 也希望财神能够在冥冥之中 顺手推一把给予加持 也祈求来年平安顺利 晚宇新闻 柯黄明丁上城 台北报道